科興和復必泰,哪一種對未來再變種更有效呢? 其實呢,講回變種,為什麼會變種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自然生產的現象 其實我剛才看到有一條問題,應該是一位姓張的觀眾去問 他說是不是因為越多人打疫苗,所以越多容易變種? 其實剛剛是相反的 為什麼這個地方容易多變種呢?大家幻想一下,這個Omicron在哪裡衍生出來呢? 其實就是一個沒有什麼疫苗打的地方,在非洲那裡 因為很多人是可以受感染,那病毒呢 越多機會在人類那裡感染,越繁殖得多,就會產生變種 所以正正我回應張女士這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越多人打針那個地方,其實越少機會變種 那也都回應剛剛主持的問題呢? 其實兩種疫苗,哪一種容易預防變種呢?暫時很難說 不過,其實只要全民,我們大家市民一起肯去提高接種率呢? 這個病毒呢,可以在我們的人口衍生變種機會呢? 其實會在相反來說減少呢? 其實剛剛有關先生跟大家說過呢,其實我們距離我們的目標呢 不是真的差很遠的 因為呢,大家知道呢,其實一般的成年人的接種率已經是幾高下的了 但是當然我們有些失望呢,就有很多的service provider 即是包括我們的社工,很多的接種率都未夠高 我們其實是很想很想呢,所有的教育人員,大家都很努力啦 也都我們的接觸我們小朋友,接觸我們的用家的那些專業人士呢 我們覺得盡快有一個好的接種率 但是當然大家有留意到呢,其實這段時間呢 老人家的疫苗接種率呢,高了很多 因為我和關先生都有在疫苗中心幫忙 其實這一陣子呢,在疫苗中心裡面呢 接種,無論是科興和復必泰的長者的數目呢 多過之前很多 而他們會覺得很高興或者很驚訝的呢 其實那個老人家打針之前都很害怕的 因為之前呢,聽了很多傳媒的報導 有一點點,對不起,我真的覺得有些不負責任呢 每一次都是,每一日是說打針打死了多少人 那其實這個根本是一些失實的報導來的 而很多老人家發覺呢,打針除了不痛之外呢 其實那個過程很順利 中間也都沒有發現了些什麼特別的副作用 好像剛才關先生說過 其實本身呢,常見的疫苗副作用呢 是一些免疫反應來的 你有些輕微的,針口痛,肌肉酸痛,個人累 或者少許發燒呢 其實只不過是反映著一個很好的過效 可以對這個疫苗呢,產生了一個保護的作用 所以其實這些的副作用呢 其實一點都不多 但同一個時間呢 剛才鄭醫生也有提出到一些重要的問題呢 就是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很成功的 令到我們那個人群的保護性高了很多呢 就好像剛才關先生說了 當我們的疫苗接種率 推到去九成,甚至九成半呢 其實簡單說 就是說我們的老人家和小孩子 要有大部分都接種了疫苗呢 就可以令到保護性高了很多 去到那個階段呢 就算將來我們仍然都可能有新的變種病毒都好 那個風險就會小了很多 那麼也都非常大機會 是開始我們在香港 變成了一個安全的地方 可以大大減低了 本身那個新冠病毒感染的風險 那兩位講者 讓我補充一點 你看看我有沒有記錯 因為這個Omicron其實是在南非發生的 那為什麼會在南非發生呢 其實南非的接種率就很低 根據王健所說 那接著呢 南非裡面呢 有很多HIV的病毒 AIDS的病毒 就是因為在他的體內裡面呢 就殺不死他 那於是乎呢 就慢慢在他的體內變種 就變成Omicron 他以為呢 只是在南非那裡 誰知道呢 原來走路一兩隻 就去了歐洲 跟著呢 就去了美洲 跟著就傳來香港 看看我有沒有記錯 所以呢 就是 就是因為 太多人沒有打疫苗 在他的體內呢 就一直慢慢的病毒 所以就會有Omicron出現 當然大家知道 南非其實是一個比較高危的地方 因為其實HIV那一類的 愛知病 或者是有 是後天會用到有什麼 血核的病症呢 其實那個傳播風險比較高 那的確是 之前有一些的研究 有一些初步的發現呢 是懷疑有機會 可能和變種病毒有關係 不過當然呢 其實阿鄭醫生都是這邊的專家 因為我知道阿鄭醫生 其實參與了很多 和HIV有關係的疫苗的研究 所以我們都適用以待 希望將來有更加多數據 可以更加清楚給我們了解 到底變種病毒如何出現 還有什麼更加有效的方法去預防